难怪郭相突然出嫁 你看杨过后来又娶了谁为妻 不是郭福 早在《神雕侠侣》的开篇 金庸就与李莫愁和陆展元之间的孽元作为蝎子 向读者们抛出了一个情为何物的问题 随着主角杨过《小龙女》的出现 全书更是紧紧围绕杨龙二人穿插了不计其数的爱情故事 纵观全篇《神雕侠侣》 和杨过暧昧过的女性 有郭福 陈英 陆无双 公孙绿鹅 洪灵波 就连杀人不眨眼的李莫愁 也被杨过抱得浑身肃软浮想连篇 在《神雕侠侣》的末尾 杨过施展黯然销魂掌击败金轮法王 他又甩出三立飞时击毙了大汉蒙哥 蒙古大军群龙无首之下士气大减 在郭靖的冲杀之下 蒙古大军一溃千里 随着《湘阳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 杨过和《小龙女》也在分别16年之后再次相依相威 就在读者误以为《神雕侠侣》皆大唤许之际 金庸又巧妙地借着山人泪下的郭湘 再一次重归主题 问世间情为何物 翻开《神雕侠侣》的后续之作《倚天图龙记》 金庸在开篇以《郭湘》作为第一视角 讲述了他如何追寻杨过 如何偶遇张军宝绝远大师的精彩故事 不过金庸显然不想在郭湘身上花费太多的笔墨 到了《倚天》的第三章 金庸一句花开花落 花落花开 少年子弟江湖老江郭湘一笔带过 从此郭湘成了峨眉派祭奠的郭祖师 郭湘的江湖故事看似告一段落 可金庸借着于连州和他人的对话中 再次提及了郭湘 于连州说道 恩师与郭女侠在少氏山下分手之后 此后没再见过面 恩师说 郭女侠心中念念不忘于一个人 那便是在襄阳城外飞时 祭祀蒙古大汗的神雕大侠养过 郭女侠走遍天下 没再能跟杨大侠相会 在四十岁那年忽然大扯大悟 便出家为尼 后来开创了峨眉一派 注意看 郭湘出家为尼的时候 金庸用了一个忽然大扯大悟 是什么让郭湘放下了执着 从此归一佛门 余生与清灯古佛为伴 或许有读者认为 想必是郭靖黄荣夫妇战死沙场的恶号 让郭湘赫然醒悟 这才停下了追寻阳故的步伐 此后 重新振作的郭湘开宗立派 将峨眉发展成 能与少林寺分庭抗礼的大帮派 但需要指出的是 忽必烈点起十万兵马 卷土重来之际 是杨过退隐后的第十三年 也就是说 郭靖黄荣郭破鲁为国捐去之时 郭湘只有29岁 直到又过了11年的时间 郭湘这才回头是岸 极可原文来看 那一句忽然大撤 大悟的确乃人寻味 读者们很想知道 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既然郭湘花费几十年的时间追寻杨过 必是在追寻神雕大侠的过程中 遭遇了重大打击 这才万念俱麾下 忽然落发为你 有一种可能就是 郭湘在途中得知了杨过叙贤之举 初听之下 郭湘犹如五雷轰顶 此时的他才赫然发觉 自己为神雕大侠所做的一切 都是徒劳无功 一般大撤大悟之后 终于迷途知返 既然如此 杨过取得第二任妻子会是谁 一些女读者认为 杨过最后迎娶了郭福 原来黄荣料事如神 他预测了襄阳城躲不开 被忽必烈踏平的悲剧 还没等蒙古人攻辱襄阳城 郭福在黄荣的安排之下 骑着小红马逃离了襄阳城 随后 郭靖黄荣被忽必烈所杀 郭福也潜过了水道 来到了中南山下的古墓 此时郭福才发现 小龙女因为体内剧毒发作 去世多日 眼见杨过悲痛欲绝 郭福处于安慰 二人日久生情 最后结为夫妻 以上剧情看似合理 实际却是前后矛盾 首先 郭福的确妩媚动人 但随着郭福挥剑 将杨过的一条手臂斩落 他们之间就没了发展的可能 其次 小龙女身中剧毒 完全失败郭福所思 那时自作聪明的郭福 在古墓射出冰破银针 害得小龙女体内的剧毒 深入五脏六腑 无力回天之下 小龙女这才不死而别 害得杨过苦苦等候了16年之久 如果小龙女中毒而死 郭福自然难逃其救 杨过又怎么可能与郭福结为夫妻 郭福虽和杨过已无可能 但不代表其他女子也没了机会 当时小龙女下落不明 杨过担心自己和承英日久生情 于是与其一解金兰 原文学道 承英心中一酸 执她对小龙女之情生死不渝 拥有16年遥遥相待 故要定下兄妹名分 以免日久相处 各自尴尬 如今小龙女魂归西天 杨过自然不需要再对承英处处防备 而另一边的承英 得知小龙女去世的消息之后 杨过做出殉情的傻事 于是急匆匆地潜过水道 来到了古墓 从此杨过朝夕相处 形影不离 杨过自小在家心乞讨为生 缺少母爱的他 早就对温柔贤贵的承英心生好感 可以遇见的是 随着杨过和承英越走越近 二人终于日久生情 加上郭靖死后 蒙古人四处追寻杨过的踪迹 毕竟杨过在13年前 曾击毙大汉蒙哥 如今忽必烈雨一见风 势必要报一见之仇 幸好杨过承英身处古墓之中 这里机关重重 又有断龙石阻隔 忽必烈多方打听 依旧找不到杨过的踪迹 后来承英和杨过生而育女 而黄山女就是杨成二人的孙女 有意思的是 从黄山女登场的情况来看 无论是传来的秦霄合奏之声 还是八位侍女 按照五行八卦的阵位分别站立 黄山女的风格 都和桃花岛一脉极其相似 而承英又是东协黄耀师的官门弟子 如果将黄山女看成是承英后人的话 一切是不是解释得通了 常言道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郭湘很快就听闻了杨过取习之事 犹如万剑穿心的他 再也没了继续追寻杨过的勇气 只能在一般嚎啕大哭之后 落发为泥